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做出来了 你看 痛恨小日本 咬死小日本 哎呀 小日本肉好吃吗 这个你看 一个是这个有特色 而且呢 再有一个啊 我还想请你们两位啊 这个神神美啊 就是说 咱们都看到了又婷的腿 对吧 这个我现在觉得挺有意思 甚至让我想起张艺谋 在这个 又婷啊 你说 对 又婷的腿呢 又让我想起腿 想起腿呢 我就想起张艺谋在奥运 北京奥运那个开幕式之前还有一次 去那个宣传的时候有个八分钟 那个时候就是也是一种腿 你知道吗 都是中国民的这个找美女啊 拉着二胡还弄着琵琶 但是特征就是上边穿的 就到大腿根以上有衣服 大腿根以下 就穿短裙短 热裤表演 连热裤行都不是 就反正就类似于有点像 这次就是说 有人说中秋啊 中国的味道越来越淡 但是也有人说呢 就说中国的味道应该推陈出新 所以现在呢 网上出现这么一组照片啊 也是真实的 我请你们神神美啊 我们来这个看一下 哎 你瞧 我其实看着还挺过瘾 我跟你说 在今年举行的中国区比基尼小姐总决赛和全球总决赛的启动仪式上 参赛加厉穿着京剧元素的比基尼进行展示 再看下一张 哎 这组照片日前在网络热传 有的网友认为这是一种创新 是一种时尚潮流 哎呦 佳辉 佳辉 再注意点吧 再看下一张 哎 一扭就有意思了 但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在遭见国粹 就认为是遭见京剧 我们再看呢 再看下一张 哎 再看就又停了 我觉得蛮体贴的嘛 我不晓得谁来规划这样的造势 你注意上面是朱翠满头 它是个京剧的这个人 我觉得体贴在哪里呢 通常坐在电视机面 电视面前看这个电视节目啊 一家老校嘛 那你比方说老婆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头 老公把注意力集中在身 我觉得二元论嘛 我觉得蛮好的 我说家里50岁以上的人看头 50岁以下的人看身 我觉得蛮体贴 各取所需 我是觉得这涉及到一个真是一个审美的事 就是说呢 它是个比基尼大赛 对吗 那么它就觉得我是个中国呀 中国元素啊 我玩一个中国元素 就京剧的这个蛋卷 这个猪翠满头 而且呢 我变成几个蛋 从它这个比基尼时装的这个创意来说 它觉得是个想法 对吗 但是要看在一个京剧演员 对 特别是一个京剧 比如说是梅兰芳大师看见了 那可能就要上法院告他 就是他会觉得特别的气愤 但是这两件事能协调吗 两件事 我觉得它事情做一半 就是你或许从京剧想要代表中国元素 然后放在你的这个比赛里面 可以 但是你看它的比基尼是一般般的比基尼 就是最一般蓝色的比基尼 而且大家都统一 它并没有中国元素在比基尼上面 所以它变得似不像 你就头是中国啊 你的下面不是中国 你没有一套的感觉 所以你说真的有把中国元素融合起来 你没有融合 你不是把它放进去就叫做有中国元素啊 对 他这个网友们不满呢 让我好有一笔啊 这就像是什么呢 他要穿的不是京剧的朱翠满头 他要穿的是五行红旗 你闻吗 那也不可以吧 那更不可以 那也不可以 当年那是有个女明星 那不就是因为穿了一个国旗的旗袍 然后大就给人扔大便啊 你就 他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朱翠满头的这个京剧造型的符号 在有些人心目中有那种神圣价值 对吗 有神圣价值 我觉得基本上网友什么都不满意啊 这是我经常说的 一定你放任何东西上网 一定会有人出来说不满意 那第二个是说这个事情啊 我们不妨倒过来看嘛 比基尼是外国的东西 现在我们把中国传统的艺术 入侵来impose 来压在比基尼上面 其实是我们赢了 所以梅兰芳老先生看到不仅不会告法院 还说我们中华民族呢 优良传统的胜利 胜利啊 以后搞不好在意大利啊 海滩啊 女生比基尼都要头上要把弄成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有这种自信心 而且说正经的回来 哎 拜托啦 这是一个比基尼的比赛是吧 没有人说这是一个京剧的舞台 假如今天在哪里的北京的大剧院 什么京戏的传统舞台 台下坐着什么老先生老太太 你这样坐当然不好嘛 你现在这种比赛坦白讲 坐在台下的人连什么叫京剧可能都不知道 谁是梅兰芳都不知道 甚至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发现连香港年轻人 很多连梅兰芳是谁都忘记了 我根本不知道 谁管 谁管 很好 嘉慧博士 你这番言论非常好 我们又可以看到接下来的日子 他过得不太容易 你不是最坏 你就是引人家讲这些事情 这当年就是引蛇出动啊 让你们知识分子提意见啊 他提意见怎么都没意见呢 多提都说都说 先宽慧 然后最后 对对对 终于引蛇出动 嘉慧博士 微博是 我看可以试着现在关下评论 我就删掉微博 不是 他典型的就是海派的意见 我早就发现呢 就是你看香港的人 他的这个看法上 他就有一种啊 隔岸关火 但是呢 大陆的 尤其大陆中心的这个网友啊 他有一种格外的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我就是觉得他就是做不到位 很可惜 就是他有这个创意 我鼓励这个创意 但他没有到到那个点位上 刚刚你说那个 现在还不是之前很多人拉拉二胡啊 然后流行那个女孩子穿短裙拉二胡 他拉的可能是流行歌曲 这也是传统记忆 很多人以前觉得二胡就是得坐在那边 然后穿个长袍马褂啊 你就是乖乖的 然后梳个这个中国式的头拉二胡 但你如果变成短裙 有人说这有亵渎中国传统 没有 大家觉得这叫做创新 我让年轻人 有啊 当年就张艺谋那一套就被骂呀 有吗 也是在网上被骂呀 就是说 哎呀 打我们中国这个卖大腿去了 去现代 所以我想啊 你看 这就是说张艺谋团队的人 一定也觉得很委屈 他们可能跟马博士想的很一样 就说你们至于吗 对吧 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个想法 或者说最多这是个秀吗 是 对吧 有那么大的问题吗 可是呢 那那些网友的意见也是响当当的 他觉得 这就我跟你讲啊 有些东西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眼里 有神圣价值 你往公教上一理解 你就清楚了 这是神圣的 你把女人大腿放在这 你要把文桃里要把一个因素放进去 时间 你拉长 今天神圣的东西 明天可能 另外一个状态 那我们不要忘记 萨斯比亚的话剧 在当时英国出来的时候 其中有赞美 有被批评的不得了 说他什么呢 改编了历史 歪曲了历史 还把种种的色情 永远在戏剧里面弄一个弄成 小丑在里面 说他误录了 从服装 发型 就是什么 什么 化妆 都说他完全破坏了英国的话剧 戏剧传统 希拉罗马那一系列过来的 对 当时被骂得多惨 后来呢 经典中的经典 我们现在不管什么样的人 包括中国人 我演萨斯比亚戏剧的 以这个为荣 那怎么说呢 拉长时间来看 很好 今天这个讨论 非常好 把马博士装进去了 枪枪散言行 广告之后见 新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日蝉 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郎 这个中秋节就到了 我算来我已经是这个第二年将不能跟我的这个父母亲团圆过中秋节了 特别是你像我这个老母亲卧病在床 我就觉得我有一个矛盾 一方面呢 我们家呀是属于我觉得过的档次比较低的 或者不是 过的不讲究 就这些个事啊 就是不像有的家庭啊 现在中国家庭啊 中秋节是非常重视的 大家一定要光饭就约了三四个了 对吧 我们家呢是即便就是家里人聚在一块过呀 也是个这个戴气氛广戴 吃个月饼 没有别的 所以呢 听说你们家最看重是情人节吗 人家老校都是情人节最重要 说的好 说的好 这是我们的家族节 对 而且也都不在家里过 但是你看这个中秋节啊 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好抱歉 很内疚 很应该跟父母在一起 可是另一方面呢 这两年啊 我们就觉得 哎呀 真就无所谓 在一块过也没什么意思 大人也是说 有什么意思呢 大老远跑回来工作那么忙 实际上就是在一块啊 吃个月饼就跟任何一个天 没什么两样 所以慢慢的呢 没必要也就都不过了 可是问题是 我有点有点问号啊 以前有这样过吗 我据我了解 好像以前内地中秋节是没有假期了 是吗 但是没有假期 在那个晚上啊 我小的时候啊 那是很 就是家里人肯定团圆嘛 一定要在一起的 是吗 甚至那个时候住平房啊 在门口那是赏月的 可是我想是不是平常感情 就我也没有特别要跟家人过 然后也不会 他也春节可能还会说 排排假啊 或者是大家就是特别要聚在一起 但中秋节从来没有 我们家从来没有 但我就觉得平常不就很 就已经感情不错了 为什么要特别中秋节聚呢 就平常我每天都给我妈打电话 或者是见到面 他最近也安排要来香港 可是也不会说 我们特别挑中秋节 所以现在呢 你看 人活的越来越实用了 实用主义占上风 就是说有什么必要 很多个节日啊 都是无用的 真的 我觉得文韬 可能 你说无用也行 另外一个角度看 他的功能分开了 用逐分开了 比方说中秋节 我感觉上有小孩的人 比较愿意过 晚灯笼嘛 对 对 你说你小时候 你就小时候跟你爸妈这样 对对对 我小时候也是 我小孩也是 小孩讲大了 我也没有要求他们过 我今年中秋节 他要求他跟他妈妈 先离开香港一下 给我一个四天的 个人假期的 对 然后上情人节 当然就跟情人过嘛 没有没有 我说太太配偶 情人节跟几个情人过的问题 然后 然后还有什么节 还有春节就跟家里过嘛 每个节育的用途啊 拜三 清明节就跟死人过嘛 所以每个节育的用途不一样 而不是没有用 然后你把它分得很细 我觉得也表示 人越来越懂得安排 我们的不同的假期 能跟人的找一个对的关系 我觉得这样很好的 不用以前什么节育都要绑在一起 我觉得全不过气 压力好大 全不过气 所以实际上现在有些人说呀 什么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年味啊 节味啊 淡了 甚至好多人现在都旧王图存呢 说哎呀 怎么不能登陆了 我们这好家伙弄这个 其实我倒觉得 哎呀 这个这个什么 子在川上约 事者如私服 过去一去不复返了 对吧 那就过现在该过的日子 怎么舒服 怎么过嘛 对吧 很多 几大文明早都绝灭了 也没有什么 我有点不负责任 但是 咱们换个话题啊 我是说 也有一种人 我觉得就说这个海上声明月啊 我现在就讲这个海外华人呢 实际现在你很难讲海外华人就是大陆就是我同胞 就是说啊 他们刚刚变成海外的 因为我现在发现呢 有些个我的朋友已经是什么呢 大陆现在出一种贪官叫裸官 对 裸官就是家小都弄在外头 自个裸身在大陆还做官 是吧 裸官呢 实际上现在还有一种叫裸商 那什么叫裸商呢 我给你们看一版这个字幕啊 你看 市指啊 通过投资移民方式 把资产和家庭转移出境 本人扔在国内经商 舆论对这个群体的质疑是什么呢 用实业做抵押 获得贷款后去海外投资移民 或者事先呢 把资产转移到海外 等时机成熟 就宣告破产 自己逍遥国外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公布啊 中国大陆超过16%的富人 已经移民海外 或者是正在办理移民手续 44%的人准备离开 嗯 就是现在这个 你到这个富人圈里聊天啊 一半的话题 都是跟要去移民 到外国有关 而且实际上 要不说就说中秋节 你看咱们怎么团圆吗 有个人呢 差不多每个月飞一次新西兰 老婆孩子在新西兰 自己在大陆和香港有生意 哎 他就这样 好奇怪 在台湾在刚发展的时候啊 就像毛老师在念书的那个时代 也很多人 他不是富人 就是很多人有能力的 就出国念书 比如像什么赵绍康委员 那个就我爸爸那个中年时代 可是他们到处都会回到台湾 台湾那时候并不是最好的时候 可是他们都会回来说 我想要有就是 可以在这边一展 长财之类的 我出去国外可以回来 可是现在就是 我也是碰到一些内地的官员 他会很骄傲的跟我讲说 我孩子在美国念 金融啊 念法律啊 念什么 可是都不会想回来耶 然后就想说 如果你都对这个国内没有信心 那我要怎么有信心啊 那你都做官都没信心了 你有能力 在这个地方已经可以享有一些比较舒服的生活 你都还不喜欢 那这一般老百姓很可怕 对 那因为台湾后来发展的一切都稍微上轨道 那大家才会来一展所长 就像内地现在 我们现在也是在腾飞的状态 照理说应该是欣欣向荣 大家都觉得我在这边要有机会 所以才会回来 可是显然不是这样 整个背景不一样 时代气氛不一样 台湾你说 叫少康很多人去完美国 对啊 回来的时候 台湾的情况蛮悲情的 我们不要忘记从七零年代以后 台湾基本上从世界国际体系里面 他继续感觉被孤立 现实上也可能 成小三了 对 所以大家就跑回来 那个参加这个小三集团 然后来好像投入也好 来贡献也好 那比较有悲情的一面 现在我了解内地的出去的情况刚好相反 觉得大国崛起 我还不趁崛起的时候捞自己的那一桶金 先送到外面再看着 我觉得还是要把时间的应数看进去 假如说以后内地很明显会慢慢发展各方面 那这样是好的 今天的情况就会变成很好 因为第二代出去了 他经过整个文明教育 他回来 我觉得就不一样 这点是要回来 对 这点是他最后会不会回来的问题 你现在出去求学 我觉得没有什么 大家不用觉得好可怕 大家为什么人要出去求学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你从小到大有你国外的经历 这是一个经验 重点是他会不会到最后 该发挥效果的时候 他回到国内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这个环境才是重要 那就要看国内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因进去而进步 因知心而创新 美的心思绽放心思 敬酒源自四大原酒基地 七眼深山甘泉 十二大职工基地 四十四道核心工艺 六十年健康追求 千万次温馨提示 少喝一点 为健康 敬酒虽好 可不要贪杯哦 敬牌公司 全球转件企业合作伙伴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了 分析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员礼物哦 哇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智慧服务 你看咱们今天是缘分 这个快中秋节前 最后一个算中秋的节目 正好是两岸三地 是吧 台湾香港 咱们团圆了 我都不跟我父母团圆又听 我都跟你团圆 还有一个不相干的男人 不相干 我还非常期待 我不仅期待跟又婷团圆 你刚没听到 他母亲又来了 那伯母又来了 我要跟伯母团圆 怪不得你实现把太太 中秋节打发中去了 有点乱 我的心神有点仿佛 我知道伯母要来的时候 你看我就说 他爱吃什么菜 要不要我先订位置 我再告诉你 两岸三地 你看 我就记得 李敖说过那么一句话 当年访问大陆的时候 他就说 台湾人傻 香港人坏 大陆人不可测 台湾人香港人我不了解 但我一直认为 他讲大陆人 讲得非常对 不可测 不是说大陆人 多么居心叵测 而是大陆人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为什么现在很多心腹阶层 反而是日子过得美满的阶层 人为的 他们分隔两地 做裸商 发了财 赶快先把老婆孩子弄出去 他们调查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为了子女求学 还有一个理由 是为了资产安全 他的资产 就说每一个就是大陆这片土地 他不可测 捞钱 说全世界现在还有什么地方 挣钱能有15%以上的利润率 他们很多商人都说 还就只有大陆 可是这个钱你挣的 能不能踏实 对吧 所以为什么在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 其实是非常实际 这个实际的分工 其实一直以来都这样 我想起好像1949年 有些人家庭决定 要不要留在大陆 还是要去台湾 大家分工 这样吧 老大老三老五 你们留在大陆 老二老四老一 你们去台湾 你们家谁留在大陆 我们带了大姐姐出来 二姐姐还留在 就是我爸爸的 二姑姑姐姐在那边 然后来了这边以后 发觉回不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就是这个政治经济的